漫威中硬钢灭霸的精气队长 一出场就展示出了惊人的实力 甚至很多人都说应该由他来打响指 但他如此强悍的超能力是怎么来的呢 精队原名卡罗尔 原本是地球上一名普通的飞行员 在一次试飞任务中 他和同行的劳森博士 遭到了外星人的攻击 最终飞船被击中迫降在了地面 卡罗尔发现劳森流出蓝色的血液 得知他其实是来自外太空的克里星人 劳森交代了卡罗尔一个神秘的坐标 然后就被赶来的克里人特工一枪击中 卡罗尔得知特工前来的目标 是光速飞船引擎中的能量核心 为了不让他得逞 卡罗尔朝核心果断开枪 然而核心不但没有被捂 迸发出来的宇宙能量 还被卡罗尔完全吸收 让他的身体产生了变异的同时昏了过去 最后克里特工罗格没有选择补刀 反而将卡罗尔清除了记忆 带回了克里文明的母星哈拉 并对他日复一日加以训练 教他控制自己的力量 期间卡罗尔会时不时梦到同一个场景 但他却什么也想不起来 这天他见到了克里人的领袖 他是一个被称为至高智慧的人工智能 由于是没有实体的意识存在 他的外貌会取决于会见者的潜意识 因此在卡罗尔眼前 他就是自己梦里的女人劳森博士 至高智慧不断给卡罗尔洗脑 告诉他斯克鲁人是克里人的敌人 他们拥有极强的伪装能力 并以此来渗透其他文明 威胁宇宙和克里人的安全 至高智慧交给卡罗尔一项任务 去营救一位被斯克鲁人抓捕的卧底 于是卡罗尔和几个特工登上飞船 利用空间跳跃来到了斯克鲁人的老巢 走水路潜入了敌人内部 众人展开了一番激烈的战斗 最后发现是斯克鲁人设下的陷阱 他们抓走了卡罗尔 并读取了他脑中从小到大的记忆 发现了他是人类飞行员的身份 还有一位叫劳森的博士 以及劳森的宠物小菊 在记忆中听到他们提到了天马计划 斯克鲁人迫切想得到他脑海中那串坐标 但这时卡罗尔突然中断回忆 靠意志苏醒过来 在双手蓄满能量 挣脱了数码 凭借出色的格斗技巧解决了几个魔物 然而在出口出遇到了一个超级兵 卡罗尔被制服在地 他双手不断叙弄 最后将能量喷射而出 但得意了没多久 很快他发现飞船也被他封了 危急时刻他利用反作用力 逃过一劫 随后他抢走斯克鲁人的救生飞船 准备回到哈拉星 但半路上飞船系统出现了故障 导致他降落在了地球 另一边 斯克鲁人也一同来到了地球 他们伪装成人类寻找卡罗尔 此时的卡罗尔用芯片改装了公共电话 联系上了罗格 并汇报了自己的位置 此时年轻的弗瑞局长找来 询问他有没有看见一个从天而降的名字 还穿得像游戏人物 卡罗尔说自己没见过 但还是被弗瑞拦住询问其身份 他表明了身份 说自己来自星际战队 然而弗瑞局长和科尔森都笑了 当即就要逮捕他 这是远处的斯克鲁人 突然朝他们发动袭击 卡罗尔用能量炮还击 随后追了上去 看着他上了列车 卡罗尔一跃而起扑到列车上 一拳打碎玻璃 来到车厢内寻找 精队看着眼前和善的老太太 一拳呼了过去 结果老太也是狠人 不但没有碰瓷 还老当一撞起身一技飞踢 于是两人开始在车上扭打起来 一旁的乘客看不下去 帮助老太太阻拦他 谁知老太太环绕栏杆又是一脚 卡罗尔刚想追击 却被正义的乘客们制止 摆脱乘客后 他又找到了伪装成人类的斯克鲁星人 两人来到车顶 卡罗尔被一脚踹飞 他起身一发能量炮 被他躲过去 弗瑞局长和科尔森在一旁开车追赶 这时通讯器里传来了另一个科尔森的声音 他还在卡罗尔降落的地方收集证据 问他们去了哪里 贾科尔森意识到不对劲 拿出枪和弗瑞在车里争斗起来 最后汽车失控撞向了公交车 斯克鲁人当场领了盒饭 而另一边的卡罗尔也随着列车到站 跟丢了那个斯克鲁人 但他捡到了对方掉下的芯片 放进手臂后读取到了信息 得知了潘桥酒吧的地点 卡罗尔来到酒吧 碰到了前来寻找自己的弗瑞局长 两人互相证明了自己不是斯克鲁人 随后他们一同行动 来到了天马计划的秘密基地 寻找劳森博士的下落 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可爱的小局 弗瑞格外地喜欢他 两人进入档案室 一番查找资料后 找到了劳森留下的光速引擎设计图 还有一本用克里文字写的日记 得知了劳森是克里新人 但他已经在六年前 和一个飞行员共同测试飞行气势身亡了 卡罗尔在照片中见到了自己 于是失去的记忆一点一点浮现出来 但他终究还是没想起全部 这时上司收到弗瑞的消息 带人前来逮捕卡罗尔 在电梯里 弗瑞敏锐察觉到上司是斯克鲁人变的 于是他找了个借口离开电梯 抢先找到卡罗尔 想和他一块逃出去 结果半路上他们遇到了科尔森 打掩护 放他们离开 为了防止弗瑞再次叫人 卡罗尔没收了传呼机 两人一路登上喷气式飞机 驾驶飞机逃了出去 两人一转身 原来可爱的小菊也悄悄搭上了顺风机 镜头一转 卡罗尔找到了当年同为飞行员的战友 黑妹还没来得及找卡罗尔酗酒 斯克鲁人的首领就来到了他们面前 但他并无敌意 而是给卡罗尔播放了一段当年的录音 正是光速飞船上黑匣子的录音 这下卡罗尔想起了坠机的一切 但他还是无法接受 自己信任的罗格等克里人 才是作恶多端的坏人 而斯克鲁人只是为了得到能量核心 拯救族人躲避克里人的屠杀 斯克鲁人告诉卡罗尔 他毁掉的只是隐形 真正的能量核心早已被劳森藏了起来 而位置就在他交代卡罗尔的坐标里 于是卡罗尔决定帮助斯克鲁人找到核心 在小女孩的帮助下 他换了一套皮肤 驾驶飞船前往坐标所在的地方 不久后 众人终于来到了太空 卡罗尔锁定坐标找到了隐形的实验室 来到实验室内 在小菊的带领下 他们终于找到了能量核心 也是传说中的宇宙魔方 斯克鲁人首领一声呼唤 也在这里见到了自己剩余的族人 可温馨过后 罗格已经带着手下闯了进来 卡罗尔刚想施展超能力 却发现被脑后的装置限制了力量 罗格抓住他 将他连接到了至高指挥 这只看似人畜无害的小狗 其实是漫威最可怕的生物之一 至高智慧在精队的潜意识里 一个响指就轻而易举地压制了他 但他小看了精队的意志力 从小到大 他都是凭着顽强的毅力走到现在 从未屈服过 卡罗尔再次起身 凭借顽强的意志步步紧逼 身体的能量也在缓缓释放 最后他摘下一只气 一股金色的力量贯穿全身 随后释放能量震飞中人 然后拿上宇宙魔方 变成一束金光救下了弗瑞等 随后将宇宙魔方交给了誓言兽 自己拿着空盒子对抗罗格全队 弗瑞和黑妹则帮忙疏散斯克鲁人 在誓言兽的助攻下 二人救援工作展开十分顺利 不一会就带领众人坐上飞船 飞往了地球 罗格带手下在后追赶 精队觉醒了飞行能力 一拳飞来直接将罗格的飞船弹保 坠落在地面 此时罗格的上级罗南帅舰队赶到 他命令手下朝地球发射导弹 结果精队猛冲上去徒手接触 硬生生扛住了导弹的动力 将其扔了回去 罗南十分震惊 随后他派出大军想击落精队 但精队毫不留情 直接开启无敌状态 坚硬的飞船在他面前如同指示 直接干穿整艘舰船 最后来到罗南面前 双手汇聚能量 爆拳 赶走罗南后 精队一拳揍飞罗格 然后将他扔进飞船 送回了老家 而一边的福瑞还在斗士元兽 结果一转下去 给他永久增加了魅力值 回家后精队让福瑞保管宇宙魔方 然后将改装后的传呼机交给了他 让他遇到紧急情况就呼叫自己 最后卡罗尔返回太空 开始了他的维护宇宙秩序的旅程 福瑞回到神盾局 经过这些事件后 他意识到对地球潜在的外星威胁 决定启动一项守护地球的计划 他看到卡罗尔照片上的一个单词 于是复仇者联盟计划正式成立 影片最后的彩蛋里 众复仇者们围着福瑞留下的传呼机 议论纷纷 下一秒 精队突然出现在寡姐面前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